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美丽 可以是一个观念 更可以是一个行动 绿色幸福 邀请你和他还有我 手牵手 做就对了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新闻 我是主播刘亮佐 今天我们新闻将用一个别开生命的方式 连线到台中的风树社区 来和我们风树角文化协会的江峰英江理事长聊一聊 风树社区怎么样用环保站上世界的舞台 好 OK 是的 我们现在连线上了 那个峰英姐 好 是 你好 喂 喂 我也连线了吗 我们现在连线了吗 我们现场 喂 峰英姐 我看我们还是请峰英姐到现场访问好了 厨鱼是一般家庭生活必然衍生的垃圾 随着经济日渐富裕而被随意丢弃 这些最后送往缝化炉或掩埋处置的厨鱼及废油 大约占家庭垃圾的三成 早已成为地球难以销售的负担 在台湾 有社区用厨鱼做的酵素液肥浇花木 洗马桶 通水管 也有社区用三公升回锅油 做成30块洗衣灶 这些原本是社区里最棘手的污染源 摇身一变为环保的当红商品 让恶化的河川与家园重回美丽风貌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学 让我们用绿色的行动绿色的观念 一起来学幸福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有两位来宾他们一直在推动 也实际在做 怎么样把这些废弃的东西 变成可用的东西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 要介绍我们的观众 第一位是我们的楚明 第二位是我们的丽雅 大哥好 你们二位有试过把一些什么厨余 废弃的东西变成可以在使用的东西吗 没有 没有试过吗 那丽雅呢 也没有 其实不晓得有这个想法 是哦 对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来宾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年经营跟推动的经验了啦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 环保署的综合计划处的处长 叶俊宏叶处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第二位是台东市的 枫树角文化协会的江峰印江理事长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诶 峰印姐你好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厨余啊 讲到好多废弃的东西啦 那环保署好像这几年都有在推动 所谓的环保社区哦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很多年前开始有所谓社区营造 那时候社区营造在做的比较属于 怎么美化社区啊 怎么发展观光啊 发展社区特色 那跟环保社区的活动的推动有什么不一样啊 环保社区的推动最主要是 第一个希望在社区的民众 可以把家里面的可以回收的 尽量来做回收 那第二个呢是关注社区里面 有没有什么张乱点 这些张乱点需要去做清除 第三个呢 我们常会看到社区里面有一些的小广告 小广告怎么把它清除 是是 所以是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那最近呢 我想气候变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没错 所以最近也开始在推动就是 在家里头怎么样减影减碳 怎么样降低每个人的碳的排放量 然后让地球不要再发烧 那在推动这些计划 照理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阻力吧 没有人希望社区乱起发烧的啊 我想这个是在都市发展的社会形态下 社区的居民常常会是互动不够 尤其住在都市里面的社区 常常不晓得你对面住的是谁 或者是你上下楼的这个居民到底是谁 所以没有互动的话 我想就不会有人出来 那么让社区的居民愿意站出来 为自己的社区的这个环境来努力 所以主要的主力还是在于 比方比较都会型的社区 他们邻居之间的互动比较少啦 董哥我有问题 好来丽雅请问 对那我想问一下处长就说 那你们是怎么推 可以选择这些环保社区来推行这些活动的 我们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是希望是拔尖 所以拔尖就是把好的社区 环保的模样社区先把它选出来 那用这些好的社区来带其他的还没有开始做的社区 所以后续呢就是变成是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让做的好的社区来带还没有进入状况的社区 用这种方式来推动 所以我们隔壁这位凤英姐应该就属于八间之一啦 是是是 凤英姐 你的那枫树社区啊 是从民国几年开始发动就是做环保社区这样的活动 其实在民国79年的时候啦 我的小孩子要准备要念书了 那我也发觉到说我不能再出国去了 我应该去把我孩子以后要生存的空间要做好 所以从79年开始我就从环境面要改造 因为我一直相信说环境改造人 人改造环境 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一个螺旋这样上来的时候啦 将来他能够为国所用 那就是一个好的观念 是 所以呢从79年就开始做了 79很早耶 对啊 哎呦 哦哦 聖夜处长 像凤英姐这样的热心的人啊 在八千多个社区其实应该不常见吧 在早期确实是比较少见 比较少像这么鸡婆的人 是 哈哈哈 那我还听说你们有一个环保小学堂的计划 要不要聊一下这个小学堂计划 这个小学堂就是说 这个社区已经做得很好 但是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经验啊 分散扩散给别人 然后让其他的社区也可以来参访 哦 或者是学校啊 就近就可以到社区来做观摩学习 嗯 所以我们在98年开始呢 推动环保小学堂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有90几个社区 哦 曾经来参与我们环保小学堂的活动 那到目前为止每年呢 参加环保小学堂的 到这些小学堂去参访的人数呢 大概超过10万人 所以 富翁姐你们社区应该是个很好的环保小学堂 其实在79年时候呢 我就看到社区的人 他基本上就是以农业为主嘛 是 那我就把他制定说 好 我的丰树社区的一个梦想啊 在这个基地里面啊 我就是一个环保文化教育的专用园区 嗯 专用园区 那大家都要站起来 人人都是老师 处处都是教师 哦 那每个人都要投入这样的一个环境面的改造 是 可是你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是说 我就是不愿意让你改 我干嘛跟你做环保 我就这样让你觉得 哦 太多了 前面那10年好可怜啊 所以我就投资大量的金钱去买换东西啊 然后就会到社区的巷道里面铺给他们看啊 然后我就拼命受不了 所以我就到国外去 我就拍非常多 小相报跟我社区大概同样大小的那种乡村人 然后把他拍拍拍 然后中间给他加一张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人 然后让社区的军营看到 哦 这很眼熟 那我们家 我突然说我们家后面啊 你刚前面看了10张国外的案例 现在看一下你们家后面那你要不要改 要改的话 我们这个案子就先针对你 针对你这个相报 哇 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做上啦 一直到民国89年 我努力这么久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啦 像这个在环保署的百年的环保志工活动 里面啊 那个叶处长也是 环保署也是把我们风俗社区的肥皂啊 拿去当奖品送人家 是 那么多社区在做肥皂 为什么单选的是风俗社区 我想风俗社区的手工皂啊 它的故事就是讲不完 哦哦 那我们当时会选风俗社区就是 第一个 除了环保的效益以外 因为他把这回收那样做手工皂 对 另外一个呢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帮助 弱势的团体 他们的手工皂是有 我们的这个啊 外籍的这个新娘 我们有他们有这些啊 精神障碍的 然后有可能是受家暴的 等等的 还有社区的志工来帮忙做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收入呢 来帮助这些就是这个 弱势的团体 另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 促成社区产业的建议 社区的运作总是要经费 是 事实上政府没有那么多钱 他在补助每一个社区 所以最好的就是社区能够自给自主 所以我想这个风俗甲社区就充分发挥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回收了这个费油 然后做成手工皂 那这个手工皂卖了以后又可以帮助社区的居民 等等的 所以我想用这样的观念把它推到 全国的每个社区是我们在 百年这个环保制衣工运动会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期望 我有问题 来 准备问 就是像风俗社区是做肥皂 那有没有其他的环保社区是 就是有不同的方向做不同的环保 我们每个社区会有不同的形态 它的特色 比如说有的社区 它是把厨与回收以后拿去做堆肥 那做了堆肥做什么呢 拿来做有机的这个蔬菜 那有机蔬菜生产了以后呢 它是一个环保小学堂 民众来参观的时候 中午就在这边吃社区的风味餐 那每个人要来收多少钱 所以它就让民众可以知道说 它从整个社区回收的东西到最后 中午你可以享受到它的社区的这个风味餐 这种也是一个社区经营的方式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处长 就是刚刚处长有提到过 像全国已经推广大2000多个社区 我想问一下哪里可以获得这样的资讯 以后搬家都知道往哪里搬 想搬到环保社区 对 我们有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社区可以选择吗 我想在环保署我们都有一个网站 我们会把这些资料都放在网站上面 包括我们最近编了一个这个社区好感度百分百的这样的一个书 这里面就25个社区 然后还有我们过去得过环保模幻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 环保署于2012年出版社区好感度百分百环境再造25例的专书 内容介绍全台各地的25个社区如何运用在地资源 自发性投入环保及伦理建设的感人时机 希望将这些宝贵经验推荐给国人认识 藉由相互学习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 值得一提的是台中市的枫树社区也名列其中 那方姻姐要不要聊一下 你们在社区的教育上面还有我听说你们有跨社区交流 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不只跨社区我们是在跨国际线 对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我的社区这么努力 我好没有用你的社区一定要比我好 有的人讲说你都教人家去了你赚什么 我说我赚到大家的福气 这也就是一个人投身做社区的活动 或投身做公益一个我觉得应该最后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不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 而且为了更长久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事实上凤英姐也是一个 她其实日子过得不错的 然后看她讲话啦 看她这个人啦 都感觉有点你知道 有点大小姐的感觉 没用到 撒手撒手啊 可是为什么在民国79年 她就卷起她的袖子 开始为这个社区打拼呢 我们接下来好好跟凤英姐来聊一下 她在社区到底做了什么 碰到哪些超级超级辛苦的事情 还有很难忘的事情 我们下个单元见 位于枫树角西畔的台中枫树社区 两岸的枫墓诉说着这个社区的美丽称号 这如画一般的风景 成为游客流连的景点 更是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而这个漂亮的背后 有一个主要的推手 就是江凤英 每天早上 带着农夫巡视农田的心情 江凤英总是骑着脚踏车 沿着车来车往的黎明路 这片原本都是夫家的土地 三十年前 她从丰园嫁到这里生儿育女 决定用爱孩子的心 爱整个社区 而对面的绿色商店 也成为她社区环保梦的摇篮 因为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 我的心理是想 我是有代理代理教师 我的梦想是赏成为一个正式老师 我很认真做了十年 可是那一个场域是让我失望的 我一方面有家里的背景的一个压力 二方面我没办法在职场里面 看到我真正的本来的教学的 这样的一个乐趣 七十九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十一月份 就成立了社区图书馆 你身为一个老师 你没办法在学校里面 飞撒你的才华 那我就把社区小孩 带到我家其楼下了 姬婆的个性 让她年纪轻轻 就从学校讲台 站上社区舞台 首先提供自家店面 成立社区图书馆 接着号召居民 打扫社区环境 实施资源回收 发想如何把社区变好玩的活动 进而推动厨鱼做堆肥溢肥 回锅油做肥皂 真正落实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也努力保留社区的人文 与自然资产 它自育是一根绳子 慢慢串联愿意付出的社区民众 共普一首真挚动人的社区交响乐 来 这是诚实物 那顾客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就诚实地投屁下去 你就可以听到诚实的声音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这边 做诚实店长 一日店长就好 诚实商店 就是其中一段温馨的乐章 十年前 江凤英将位于护荣巷 与乐田巷的老店租下 为了延续居民对传统杂货店的记忆 如今成了丰树社区最有名的招待所 多年来自愿当店长的育婴阿姨 可说领会最深 就睡不着 就打开了 在一起上去就感到这样 那不像这样 很辛苦 我都看都说没变 我刚刚讲老师 在这里苦苦找我 老师傅你搬一搭 工具来做 我才不会这样 乱乱生 他就说好好 我这里帮你用 我就快把他倒用 在这个社区营造里面 我们要求说 造人造私造物造景 还不如把人顾好 因为人才能够去维持前面的建设嘛 所以在整个社区里面 我就把位阶拉高一点 就说我希望我的社区 以后是什么样子 然后告诉他们说 不是丰树里的才叫做丰树社区 是只要认同丰树社区 在做的事情的 都叫做丰树里的人 那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那我照理说 应该是用我的方法去照顾你们 25年来 江凤英从做社灶到做肥皂 国内的肥皂运动 在他的主导下 可说是沸沸扬扬 甚至开始推向全世界 如今这个社灶阿嬷 依然精力十足 创意无穷 他带领居民找回了这个 半农业型都市社区的人情味 与您俱立 一步步蜕变成竭尽美丽的家园 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 刚刚看到那个VCR 我们影片里面看到我们的风树社区 好漂亮喔 怪不得叫风树社区 从以前就叫红树咖嘛 蜂树咖 蜂树咖啦 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为什么还要改造呢 没有 它那个风目成林 我当我看到这一个文件资料说 风目成林 我就骑着摸摸摸摸摸 没有啊 找不到风树啊 我们看那个影片里面 你们就很多风树在那边啊 哎呦 那个是我们后来在种的啊 后来才做的喔 后来才做的时候 既然要风目成林 那么我们就跟市政府建议说 你这个溪流改造 你这个土地改造 公园改造 当中种风树种回来 哦 那种回来 所以这二十年来 我们就真的在风目成林 才符合二十年前那一段话 那怎么会开始 你做社区活动这件事情 就是说是因为 只要在这边长大 要在这边成家 我们落地生根在这边 就要把这地方整得更好 对 这样一个念头开始的 就这样一个简单念头 可是他们叫我警告我 不可以争动 我会觉得我念到大学毕业 为什么还被你威胁 不行 不行的话 我就拿着扫帚笨 走到处扫地整理干净 整理干净 然后骂我神经病 我觉得说 不也没什么 扫地本来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 劳动工作嘛 打扫医生 可是你已经扫到别人家里 人家不喜欢你扫他人家 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说 不行 我的孩子以后 要跟你们家的孩子 同在一起念书 这样的学校会完蛋的 所以才开始就想说 我家孩子好没有用 那你要你家的孩子 比我好才有用 所以我们就设立了图书馆 我们就捐了一栋房子出来 做社区图书室 你自己把房子捐出来 做图书室啊 对啊 民主79年 79年就做这个事情 那丰富社区从79年 一直努力到现在 听说也上了国际舞台 那怎么会有什么因缘忌讳 可以跑到什么联合国啊 又怎么跟各个国家 有那么多交流啊 怎么会那么神奇 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梦想 我就一直在这里说 台湾很小 我们在国际一定有地位的 我们不是随便而生在台湾的 那我到联合国 这是我的梦想 结果就被台大的 工卫系的张杰教授 他就说 你先来台大教书教看看 我说啊 去台大教书 他说没有没有 你只要排一堂课就好 你可以学起 利用我这样一个两性平等的课程 你来为这些小朋友上课 那我在想说要告诉他们 阿姨这么认真在拼 就只有一口气 要堵自己的人生 到底下棋下得对不对 那我讲得对 那老师就说 你要不要把你的经验 带到国际线上 你要不要去参加 世界各国的这个 妇女的会议 我就说好啊 这么一个好的一次才花 我英语还算不太行 后来就是由 傅全会这边带我出去一次 我才知道说 英文要练什么 然后国际的场面是什么 这就是经验 所以慢慢这国际的交流就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才 我要测试 我在台湾努力做了20年 到底是什么样子 结果一丢出去以后 他们每个人就是非常压抑 追着我问 黄宝回照怎么做 然后印度的 比如说柬埔寨的 他们还有中国大陆的 他们就很佩服我们 做那么多的事情 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20几年来 我们所做的事情 去让世界其他的 同年女的妇女 这么的羡慕 我觉得我做对了 所以我回来台湾以后 我就一直很积极地去 去把风速设计建构起来说 我们要把自己风速品牌 变成台湾的品牌 台湾的经验 要放到国际线上了 日本的再生肥皂运动 是源自千叶县 首鹤爪肥皂工厂 1983年 由市民出资成立 他们缴学费 向资鹤县的肥皂工厂学习 再将制造方法 传承给 雪宇肥皂工厂的伙伴 并成立 废油做肥皂协会 除了生产贩售 进而开发 小型肥皂制造机 目前日本各地 总计有330台 他们生产的肥皂制造机 我有问题 就是想请问说 现在风速社区 是做环保肥皂 那当初为什么会订一订说 是肥皂 而不是香油啊 或是其他东西 好 我讲的故事给你听 我当时满怀热忱 觉得说我可以邀请哪个教授 来讲什么 讲什么 问题是社区那些 你给我跑光光 老师来了 学生没有几支 我发现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 我请那么高档的教授 来这里演讲啊 来这里做什么 他们都不听 原话水平不一样 那后来做肥皂的时候 那我说好 那我做了教你做肥皂好了 那是祖父联盟学的 那回来以后 我发现每个婆婆妈妈 太爱做肥皂 因为她从做肥皂里面 找到她的自信心 然后去药游就有了 然后做完肥皂以后 她又可以被人家夸张 夸张以后 她家里也干净了 那我从这样的一个傻傻的 去做环保肥皂里面 然后后面的40分钟 才向教授上去演讲 他们才乖乖的听课 因为他等一下做肥皂 他们就不会乱跑了 那我一直觉得说 原来我是没有顺着毛摸 来做教育设计 我是鸟的猫 所以猫会咬我 我做得很辛苦 所以前面那十年特别的辛苦 对 那我们用这样的经验 我们推动到其他社区 推动到全台湾 推动到其他的国家 好 这叫台湾的品牌 是 环保联合国在台湾 非常好的一个循环 对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可以称之为环保联合国 哦 你的经验等于是 往全世界各地 我们往全世界 像我的女儿她是在国外 那我就觉得说 你是否从这个地方把它一个模组化以后 变成了你一个很重要的环保教育工作 结果竟然他们学校给他工作室 还给他补助 一块肥皂是三欧元给他 然后你做 做了以后变成他们有一个会议 然后他当成伴手里 你就直接你们封住社区的肥皂外销 他们就好了 不行啦 因为太贵啦 在地化就好了 所以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社区 都在做环保肥皂 我们就成立一个肥皂银行 我们就是总行 呃呃呃 对总行 然后可能我的库存不多 我可能问他 其他存款你准备款够不够 你把肥皂就是钱 一个就15元 嗯 那你肥皂变成黄金嘛 嗯 那你只要附近的餐厅 或是学校的营养午餐 或者甚至说有些老板 工厂愿意把回锅油给这些讲师的话 其实这个环保肥皂呢 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保产业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社区在做学校在做 我想基本上台湾的水支援会越来越干净 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雨会再回来 对啊 我也听说你们是用这些东西在讲 你风树社区的故事啊 嗯 就是像这个目标的枫叶啊 然后枫叶社区还有很多其他的 像类似这样的手工的东西啊 很多手工的东西 我要希望各行各业都能够为枫叶而做个什么 是 对 比如说它建筑业的人他想说 就在他们刚盖好的大楼里面 上面就打枫叶的模型 晚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shining shining 就是枫叶的光在那里 它可能就是拿着木工的这个图形 去把它刻在那里 就把它刻在上面 刻在那里 然后我们每次都看到 诶 那个图形好像很眼熟 嗯 就是原来就是这片木叶 哦 对 你今天还有带一些东西来对不对 对啊 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枫叶社区做的东西 很疯哦 真的很疯啊 我们到市社区去看看 好 一看就知道你们枫叶社区的 哦 那印象很清楚的啦 这都是枫叶啊 所以这个等于有点像 做一个社区品牌啊 社区品牌 你肥皂好像枫叶型的 哦 而且我现在闻到的好香哦 那只是环保肥皂 嗯 这支是回国有做的 回国有做的 所以三个颜色三个不同东西 那你要买哪一个 我要买哪一个哦 我会买哪一个颜色的 你这个 你怎么知道 啊 不是啊 我就看白白的啊 白白就很好对不对 好那黑黑的是什么做的 黑黑的 这叫做回国 臭豆腐的 炸臭豆腐的哦 呃啊 这能用吗 他刚做好的时候 也是这个颜色的 嗯 你要知道 我们从做肥皂的颜色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一家 店的老板有没有良心 所以 呃 应该黑的是没良心哦 黑的没良心 你要劝导 你不要害他 哦 不要说啊 你没良心 你不可以 你可以跟他讲说 老板 我们可以试着看看 下次你有给我 也许是进步到这个颜色 哦 你会教他们自己做 用他的回锅 因为他每天的回锅有太多了 也许老板只是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 回锅有过度的问题 是是是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经验 来跟他说 像这个是酵素 不是哦 这个 管保罩乳啊 管保罩乳 就是说 万一你的肥皂做不起来 或是肥皂做坏掉 怎么办 好香哦 肥皂做出来 也是太丑了 不成型的 全部都是1比7 一斤肥皂七斤水 把它煮起来 煮起来以后 再加个香茅油下去 它又回归到天然的清洁剂 所以像昨天所爆发出来的 嗯 这个硬发 好像用那种化学药 对啊 你用这个就好了 这个是直接用 直接用的可以了 而且洗衣服或者什么 你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 可是那个报导是讲的是说 他们有油磨 油磨说连酒精都擦不掉 那这种洗得掉吗 你可以去试看 真的假的啊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是因为它没有走进 环保这个系统 所以它一直用工业化的方式 来处理它的产业问题 大家都想快速解决 快速解决 但是台湾不能再用快速的方法 是解决人类制造出来的问题 然后我刚刚看到 这是一只鱼啊 这鱼跟你们风速设计 有什么关系 相信有一天鱼会再回来 如果你继续做环保业务的话 如果你利用 好好的管制一下 化学清洁剂污染你的家乡 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台湾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寒季 你如果用 大家一直用 滥用化学清洁剂 你不会再回来啦 真的 全部排到河川 溪流 然后到海里面去 环境来越招呼 风速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溪流 叫风速角溪 那风速角溪 它是灌溉整个农田的 是 那我们现在呢 在推动一个环境教育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会去教上游的这些都会型的地区说 拜托 拜托 你们不要把废水排到我的社区来 然后这个雨呢 就是那个艺术教会我们做的 那最重要的是说 这条雨我们连在社区的公共空间里面 因为这位老师叫黄竹玉老师 他住在花莲 可是老师在民国一百年都逝世了 逝世以后呢 我们剩下两百多条的雨 我们都通通连在社区的公共空间 在一条桥里面在纪念老师 然后我们相信有一天雨会再回来 所以看到我们风速社区啊 然后不管是枫叶造型的东西 或者是雨造型的东西啊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在诉说着 风速社区的故事 那风速社区怎么样从一个社区的环保 社区的改造 开始慢慢变成一个社区的品牌 然后也让我们环境越来越好 我们期待这个风速除了越来越茂盛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风速社区的鱼 也会回到他们西地面去 那我还听说你们这有个什么诚实商店啊 对 就是跟良心商店差不多意思啊 其实诚实两个字是最高的指标 哎呀就是没有人固定啊 自动诚实 我们哪有多余的钱去弄啊 只是因为那个角落 它本来要把它搭铁皮物 我们受不了 在巷道里面突然撞到了一个空间 我说你拆掉我租 你要租干嘛 我说不知道你就是拆掉 这个不好看 就从民国92年租到现在 刚好满十年 然后十年都亏钱 就是没人固定 你买谁自己担钱就这样 是 了解 到去年啊 竟然还有盈余就吓一跳 十年 这年开始盈余了 没有啦 盈余一次而已啦 不过他整年度的盈余 是来自于很多人 他认同我们这样的理想 他愿意多付一点钱 每个人愿意为孩子多付一块钱 多投十元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在等待 所以因为有盈余以后 我就觉得说有救了 看到希望啊 有些那个就是在社区里面这种向心力 真的需要一点时间 时间 对 大家都在做好事 都在为这社区好的时候 当你做一些偷鸡摸狗 一些不诚实的事情 慢慢那人心也会变啊 所以我就想说 人心难测 人心难变 今天程子商店竟然有引语的这个时候呢 你就肯定 有很多东西是经过十年才能够看到成果的 你不要急 当程子商店变成国际化的时候 我们在维基百科里面也有出现了 这就是社区的荣耀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台湾变成一个诚实之导的时候 谁就不可以再欺负他了 那冯玉姐要不要聊一下 你们在做一些所谓的 绿色消费 在社区推动这个绿色消费 这也蛮特别的 绿色消费它基本上是 老板你自己本身要有良心 绿色消费才推得动 如果你一直欺负的话 我告诉你客人他会选择的 所以在丰富社区的这个 黎明路上这一段路呢 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电交 在民国98年 98 99 100 我们推动环保小学堂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做一个绿色养成的这个概念 把那老板抓来跟他讲说 第一个你清洁机的问题 第二个你的产品的问题 第三个你对客人服务的态度 还有你自己餐厅的那个干净度 可不可行 所以慢慢的这个绿色消费就变成一条街 那这一条街里面 大家看着想 哎呀都是港争人在街啊 不用卖那么贵啦 就没有想到是从外面来的人 他来社区里面都一直吵出 有没有店面他们要绿色消费的 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们风速社区的小孩都用不够了 怎么可能再租给你外面的人啊 而且你要符合我们的环保原则 所以慢慢的大家知道说 要吃至少去风速社区吃也不会被毒死 比较有保障 比较有保障 然后又不会那么贵 你们这社区好好玩 好多事情可以玩 都让你敢去 我这边有问题想问一下 好来丽雅请问 对因为理事长提到很有趣 就是社区一些活动嘛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社区的居民 它你们是有计划性的组织 这些活动 还是他可以随性的 来参加各式的这些活动 这其实很重要的观念 人人都是老师 粗粗都是教室 只要你愿意为社区布施的话呢 我愿意成就你这个点 我可以协助你 你需要什么资源 在我的风俗角文化协会里面 在我的环保小学堂里面 我就把你纳入一个组别 你想当组长 随便找15个人 我补助给你 哦 那我们就用环保小学堂的补助经费给他 我说不好意思 这只有4500而已 你们可以多找一点人 我是可以再加码上去 这人自发性我要组 比方说我想扫地好了啦 或我想去什么减树枝啦 或是我想把这个社区做一些美化啦 你就可以成立一个组 找一些人一起来做 这些还在努力中 不好意思 打断你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实在听起来非常有趣 因为环保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要从小 就落实这个观念 那我不想说 这些活动 除了妈妈或是阿公阿妈 参与很多之外 小朋友的参与的程度是怎么样子 其实有很多的教养工作 是在感觉里面 它顺带风速设计是很光荣的 只要你的荣誉心在的话 你学习认了个东西 你就叫认同 对一个社区认同 你能够打造一个氛围 让他觉得说 哇 住在风速社区 好幸福哦 没错 我就说有这个本事 让你觉得很幸福 但是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工 你好好善待小孩 你是用环境的美好 来接待孩子 孩子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里面 他就会变好 你不用担心他学不学 他至少以为了一种 我是风速社区的小孩 然后同班同学说 哇 你好幸福哦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孩子在被众人的异样眼光里面 假如你好幸福的时候 这个孩子会坏到哪里去 然后他们将来去到其他社区的时候 他是有能量可以去改造其他社区的 那事实上在风速社区呢 除了风云姐之外呢 他一个人带头冲 很多人呢 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也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哦 我们下个单元来访问 风速社区的其他人 台中市黎明路曾是中部开发的重要古道 从彰化鹿港到梨头殿 北上葫芦敦的中途休息站 如今依然是风速社区的主要道路 这里有一条快乐早餐街 多年来为居民提供营养早餐 开店22年的这家早餐店 就是其中一间 由刘美红跟儿子一起经营 一旁是姐姐的素食早餐摊位 长期协助制作环保志工队出勤的餐点 店里有着浓浓的人情味 有一些小孩子来 一五川不整齐 还是没有吃东西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你要吃哦 你不吃不行哦 我是抱着说 大家都是我的小孩子的理念 下去照顾这些小孩子 来吃早餐 记得带杯子来哦 刘美红多年来推动环保 更是不落人后 目前是社区的环境教育示范站 他努力宣导 自备餐具 零厨余 店内墙上的希望素彩绘 是志工三年前合力完成 仿佛宣告着社区的环保梦已逐渐萌芽 我们认识是在店里认识的 从我开始做 他在推动这个环保 大家都说这样可行吗 都一直宣导 我就旁边从旁边 那些土耳的朋友 一直开始跟他们说 那个卫生化有毒 大家都有认同 大家下去一直推荐 是这样来的 夏天的阳光正炙热 直接不久前才播种的姚苗间 有一群鸭子不畏暑气正悠闲觅食 猛然一瞧还有火鸡 鹅等动物自在游走 这里是丰树社区另一处环境教育站 是有一对夫妻经营的农中 农庄的庄主兼解说员江美云 是另一位具有侠女精神的社区志工 当初自动送上门来 没想到就此改变人生 原是生活忙碌单纯的农人 习惯拿锄头的双手 却开始拿起了麦克风分享 你现在看这是白冠鸟 里面有大只鹅 2001年 夫妻俩还在江凤英的建议下 开了一家陈列传统农具的环保餐厅 园区生态丰富 还有一块鸭间稻田 也提供参访团体自家飞种的风味餐 以及农村生活体验 最先我要加入社区的那个环保工作的时候 他的反对不是因为真正的反对 他是因为我们是比较重视父母亲的照顾公婆这个工作 因为我的公婆连龄都有了都要照顾 那我出去的话会忽略了这个工作 后来因为我在做 然后就外面就有很多声音传进来了 跟我们公婆说 我们媳妇外面都在船舶做什么不错 那我的公婆我先生也认为不错 丢弃的婴儿床是鸭子的房间 被轮胎当花圃 旧米筛变成了墙上的装饰品 夫妻俩废物利用的功夫 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他们还有一句名言是 鸟儿吃剩的稻米就是我们的 敬天爱地的精神更是令人感佩 我们现场这个来宾呢 是我们的江美云美云姐 指示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你今天怎么会跟凤英姐 开始做这个事情 最先是 我跟你说的 我们做餐的 那我们每天都是 大概五六点就起床了 我就看他拿着扫把 在这头上的就在扫 早上六点 对啊 凤英姐你是睡不着吗 空着没做 所以美云姐看到是很感动 对我说奇怪 这个人我大概有听说过 应该是贵妇团的 为什么那么早就在帮人家扫地 有一天就刚好停下来 他刚好也是在路边扫 那他也开口问我说 你有空要不要来参加 就他这一句 因为我也观察他很久 我经常看到 我说奇怪这个人就是 一直在扫头家 对就是很好过的人 他为什么会去那扫头家 然后后来就认同他的看法 他的做法 我就跟他讲说 只要有空 你只要很忙的时候 只要一通电话给我 我就会出来 因为我家很忙 可是我们看影片里面啊 其实一开始好像 你老公也不是太赞成你做这些事情 对 我先生是老爸 他就不喜欢说 被父母亲讲说 你都没都没在管 躺在外面爬爬走 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先生讲说 江老师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但我很认同他的那种理念 后来他就慢慢的认同以后 结果在90年的时候 刚好有那个参观团要进来 那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们以前也是在板的 那我们就把那个客人 带到你们那边去吃饭好了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 先预定吧 对 那我就跟我先生讲 结果他认同以后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嘛 他就三更半夜睡不着 三点就去到那里 自己有很多的农具 因为我们那是农业区嘛 他就摆饰在墙壁里面 那个椰子的椰子就做装潢 后来那个游览车带进来的时候 我的公婆他们也认为 这样像 认同我的工作 认为我这样也是对的 其实看起来就是好看啦 漂亮漂亮啊 人来吃饭参观出来 都余有容颜啊 所以老公也是那个时候一起就进来了 对他也是很认同 然后他就一直在打拼 他把前面的做完 他全部都是完全要自己动手做 他的东西他全部不要用买的 他是回收来的 哦 那有很多朋友就知道他在收集一些补药的东西 人家如果那个 有料 饮料 贴下来的东西 他会打电话 他会说我这里有什么东西 你要挨的 好 插好什么就拿回来 然后他就是 我们家的后面就是稻田嘛 自己的稻田 那后来就慢慢延伸到后面 然后挖莲花池 荷花池 然后吃饭就是在后面 那美英姐有听说你们也租了八甲多的农地啊 那那个港湾做产的应该也是把你笑的半死哦 我先生本身他是务农 然后他看到田地荒汇在那边 他认为很可惜 一些老人家就跟田跟好以后 他就说我今年没办法做了 那不然就租给你们 那我先生 只要人家开口他说好好好 结果一直 八甲多很大耶 本来是四甲多而已 就一直增加到八甲多 那台中市一直在重化 田都已经没有了 那个小鸟都集中在我们那一块 结果人家割到的时候 到快割到的时候 稻税晃了都是满满的 他会往下扣 结果我们都是站起来 抬头挺胸 为什么 因为被小鸟吃了 我很多人都会放鞭炮啊 怎么样 干小鸟干什么 我先生没关系啦 反正吃剩下的才是我们的 哦 那关键是这样啦 先鸟吃饱了啦 剩下我们人吃啦 然后在那影片还看到你们 好有趣 还有一个叫什么快乐早餐街哦 怎么会有那条街出现啊 快乐早餐街就是说 社区的人他就是要吃饭嘛 那这里在家里住 现在小孩子就喜欢吃西式的 是啊 那是喜欢吃西式的 那我们就有非常多传统的早餐店 因为经过了大概这个十几年来的社照 大概就说要为孩子准备好的餐点 对 那很多人在外面失业了 就随便就是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卖早餐 那我们就把说你只要带着筷子的筷子 是叫快乐早餐街 哦 那你只要早餐的时候去那边晃啊晃就有东西可以吃 还可以打听到一些news 什么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啊 明天要做什么公开的展览啊 那每个人就只要去站在那边吃饭的话 大概就可以收到一些事情可以做 这个很重要的耶 因为我们在比方住在台北市里面啊 你要知道附近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耶 所以我们称为地下派出所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每一个早餐店啊 或每一个这个聚会的地方啊 或每一个餐厅啊 你上去那边吃饭出来走一走 其实社区室都大概知道了 大概都知道 所以你就是要布点 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讯许贴在早餐街里面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没有多大的钱可以去用 用那个广播车去告诉你 你有空你去吃早餐的时候 可以稍微看一下墙壁上贴什么 你可以参与就尽量参与 然后跟老板开杠一下 对对对 所以老板经过我们这五年的 这样的一个环保生活家的 这种养讯之后 就知道说其实它的产品 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站 根据美国环保署资料 2010年产生的废弃食物 大约3100万公顿 占固体废弃物总量14% 平均每人一年制造的废弃食物 大约100公斤 回收再利用率仅3%左右 反观国内 根据环保署2012年统计资料 厨余回收量总计62万多公顿 平均每人一年制造的厨余 大约26公斤 厨余回收率已将近11% 有问题 来 什么请问 就是像我们学生啊 就是早餐通常都在外面吃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吃到了什么东西 那请问在快乐早餐街的早餐 是有做什么营养上的把关吗 基本上 这边都是手做的食物 吃的都是自家小孩要吃的 老板你做不好 妈妈第一个就开骂了 再过来 我们常常把钱寄在早餐街里面 可以寄钱在里面 寄钱在那边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 他晚起妈妈又要上班 可能就是那个Morning Call 趕快来吃早餐哦 早餐内地打下去哦 对对对 叫小孩来饮早餐 那有时候是校车来了 小孩没吃饱 那可能老板娘他就拿着锅铲 去那边跟司机讲说 不行开不行开 还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他的早餐街 大家都想说 我们丰树社区 不可以帮忙做东西 让孩子吃 很浪费的 对啊 那个凤云姐真的哦 在你李崇明都 其实九年这样一路来哦 我觉得那社区 我虽然没有亲身去啦 我看了影片 然后听起来讲 我就改变非常大 美云姐你要不要聊一聊 凤云姐这个人啊 你一开始说他是贵妇团的啊 对啊 他以前在你们的社区 那感觉好像不太好靠近啊 我称他为那个 环保的711 然后他 我说他像贵妇 贵妇团里面的人 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东西 那后来认识他以后 他就是为了要做一件事 要把他求好 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急 所以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对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会不会常常看到他 跟人家大小生在那边争执这样子 会哦 会哦 有一次我们到北山社区 那个社区是我们陪伴社区 就是去教他们怎么 对交流的社区 对对对 然后不晓得是车子停在 那个十字路口的巷子 嗯 他去就在那边匹配给了 说车子怎么可以这样停怎么样 这是北人的地方 来到北人的地方你要小声一点 正义感十足啊 对对对他认为 虽然不是我们的社区 但是这样停就是不对 嗯嗯嗯 所以在很多交流里面 峰英姐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你会把你的想法看到的事情 马上跟人家沟通吗 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会思考一下 我被人家骂没有关系 我还有那个力气撑住 我还可以hold得住 但是我跟你讲 我在国际线上 我已经看到台湾人的委屈 嗯嗯 我不管你是什么 但是你是来自台湾 这个血统是永远改不了的 你的血运是来自台湾的 那我们希望台湾 大家为了孩子留一点地方 那你很快速的把钱赚饱了 那又怎么样 来去碰碰 最终最终还是觉得台湾 最有机会发展 就在环保这一块 台湾的环保 因为台湾是环保岛 是 不做环保保证岛 台湾那么小小的一个基地 都做不好了 你不要舍望其他国家 可以做得好啊 所以因为台湾小 所以我们可以很积极 跟完整的把环保做好 然后环保做好的时候 这些大国家 很多地方管不到啊 但知道我们台湾是个模范地 对 所以我一直讲说 到台湾学习你的环保经验 我们会帮忙你 我们有厚度 我们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可以让你的国家更好 所以柬埔寨的这个 富泽人啊 越南啊 我们就看到东南亚这些 妇女的这些代表啦 他们就一直在跟我第一交换名片 我心里反而更急 我说怎么办 你就不是说住在我家隔壁 我坐高车就可以到 我还要打飞机耶 我还要打预防车 后来我再想一想说 也许我们台湾要发光 是 大家都来朝圣 我们就有观光彩啦 就这样子 其实啊 在看完这个 丰富社区的故事喔 我真的很感动喔 因为我当然第一个感动是 像理事长这样的 江老师喔 在社区这样的奉献 二十多年来 然后从一个不被认同 到慢慢把整个社区带起来 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把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邻居 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爱护 把一块我们居住的环境 一个社区 当成自己的家来经营 没有人希望家是肮脏的 没有人希望我们的家是破破烂烂的 充满着垃圾跟废弃物的 我想如果有这个观念的话 未来的台湾或未来的世界 一定会像风树社区一样 越来越美丽的 绿色的行动需要我们亲身的去实践 幸福感也会在我们实践过程中 一点一粒的回馈给我们 绿色幸福学 我们下周围图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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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